這邊呢我們要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因為我們雖然要做所謂的影像處理對不對 可是其實不管是影像也好還是影片 我們都有去背的需求 為什麼要做去背 因為你要做合成 那各位現在網路上網紅很多吧 對不對 網紅很多嘛 所以我們現在現場這個 剛剛你已經看我這個看很久了 不是嗎 去背 對不對 我只有上這種課的時候才有機會 坐下來 不然你知道我們都是站著上課的 來 那我就弄下來啦 來 像這樣子 那我這邊我就先收起來 其實我也是有準備兩隻啊 可是我們這邊好像沒有空位可以插了 好像還有 你不知道現在網紅太多了嗎 對不對 網紅那麼多那你要怎麼樣才能夠紅 很容易就紅了 但是重點是要紅很久很難 哈哈哈哈 因為你要花時間啊 真的真的 所以這個當作是幕後花絮可以嗎 那我就把學校的貼進來 我從這邊加上視訊擷取 我來找到另外一台 這裡 這樣有看到對不對 你看 多機啊 要幾機都沒有關係好嗎 哈哈哈哈 好 那麼這樣子 好了對不對 我就 加上這個 這個螢幕比較小還是有差啦 比較 射杜鑑 那這個方法跟我們真正在做什麼 那個 一般的影片剪輯是一樣的 你現在看到我這邊 像這樣子我稍微把它 變多一點 有沒有去比較多一點 可是這個是 有沒有看到了 蛤 這樣 就叫虛擬攝影棚啊 對啊 難怪網紅會那麼多對不對 哈哈 可是這樣還不OK嘛 所以你看 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的 我有幫你準備在下面 有沒有一個 那個叫做 下面還有 顯示更多 你看 藏在這裡 有嗎 因為我有寫一系列文章 在介紹這個 因為現在其實有蠻多機會 所以我們要錄這種教學影片 那其實你可以自己準備 我在這個 雲端一碟上 我有準備很多 因為我們在上3D的時候 我會有很多其他的內容放進來 像這個背景圖 我把它點進來 有沒有很多這個 這就是我用3D軟體我們去做的 去做的 你要用哪一個 我就把它下載下來 那麼除了這個背景圖 我有準備一些透明圖 各位 我們剛剛是有講過 為什麼要用PMG了 你要狗狗 要這個 就叫進來就好了 我還有準備講桌 我就把它下載下來 好 所以呢 我在這邊打開 那 我現在呢 找到我剛剛的圖檔之後 在這裡 我就把我的講桌 把它放下來 這樣我講桌就進來囉 自己搭起來 就個講桌啦 是的 這樣我們 這樣會很過分嗎 不會嘛 我講桌有做倒影喔 哈哈哈哈 好 你就自己調好就好了 各位 我們今天這樣來上課也不錯嘛 對不對 這樣你知道 為什麼 要網紅了吧 哈哈 也就是說你現在 今天要做的 我今天如果不能夠 現在是即時的 我今天如果不能把影像 或影片去背的話 我是不是就不能做合成 不是不能做合成 而是像貼狗皮藥膏一樣 我是不是就一個貼上去 一個貼上去 就四四棒棒的 可是我們如果能夠有去背 這個叫做R8 Channel嘛 嗯 就我們講的色版 色版的部分 你有做去背好 是不是整個效果就好很多 因為你真正在看電視台也好 電視台 電影 他們都是這樣做啊 只不過電視台的是用即時的 他們的設備比我們好很多 千萬的 億的 我們這是幾百塊的 哈哈 軟體不用錢 哈哈 我只負責提供網路攝影機而已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了 那當然這個 如果你OK了 我就開始錄製 如果呢 你想不開了 我就按串流 那你就知道會出去了 哈哈哈哈 這樣有了解齁 那至於說你要在YouTube啦 在推那個什麼 推那個Twitch啦 還是什麼其他的 就還是Facebook 就看你選擇哪個平台要播出而已 所以現在就是說 為什麼叫自媒體的時代 因為你可以做更多的 不像以前這些公司是只有大的集團 他才有辦法做的 所以你今天在網路上面 你如果沒有用這樣 比如說像各位有看過直播 很多直播都晃來晃去的 那沒有處理好 是不是你得懶得看 你會覺得看起來頭暈 然後品質又差 對不對 我們要做的是有比較有品質的東西嘛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好 好這個是給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也是我們待會為什麼在Photoshop這邊 要跟各位講很多 選舉工具怎麼用 怎麼做去背 因為你最少要會基本的選舉 你才有辦法去做後續的東西 這樣了解了 OK